家们好我的老五 这两只猫哈子经过老五的招呼 看老五不断的观察 这两只猫哈子呢 他们两个啥事情也没有 就说一切属于正常 因为老五对每一只猫哈子啊 都很仔细 老五不常观察 他们就说有没有传染病 各方面 老五都在观察 所以说老五确定这两只猫哈子呢 就说都属于正常 啥事情也没有 那么今天老五为了让猫哈子开心呢 今天老五就把这两只猫哈子 就说带出去 和我们家所有的猫哈子呢 在一起玩 让这两只猫哈子呢来适应一下 一般这些陌生狗狗呢 就说和别的狗狗就说突然在一起啊 难免要是打架 他们有点不适应 大家没有关系啊 老五会耐心的就说 照看 尽量不让他们打架 好了跟着我出去 好不好 外面很多猫哈 在等着你们的啊 都迎接你们的 睡着了吗这一只 睡着了吗 好了好了 跟你们说一下啊 重生不要说话了重生 不要讲话了啊 跟你说一下 等一下有两个新成员 重生不要讲话了啊 等一下有两个新成员 过来呢都要乖一点啊 和母相处 不能打架 辛苦应该没问题 还有圆圆听下没有啊 小们儿还都听下没有 老五还是有点担心 但是呢 等一下老五会一心一意地 照顾那两只 就说 不让别的狗狗去欺负它 但是也不一定 有些陌生狗狗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 我们家那些狗狗啊 就说隔离器一到那些狗狗 也没有见哪一只狗狗去咬它 也不一定 我们小心点就可以了 你看我们说着说着 圆宝就过来了 当然圆宝不会欺负的 毛毛我跟你讲啊 等一下那个啥啊 等一下照顾一点啊 把这只已经放出来了 但是呢老五要一直一直在放 哦哦哦被雪碧欺负咯 雪碧把这毛孩咬了一口 嘿嘿嘿 雪碧不要欺负啊 跑这儿来了还可以 不要欺负啊牛牛啊还可以 哎呀还可以哈 都不要欺负啊 他跑那个谁啊 跑这个人那里去了 你看这毛孩好像啥事 就没有一样哈 天心成圆咯雪儿 还有壮壮 不要欺负贝勒 不要欺负啊 他有点害怕的 等下玩熟就好了 哦跑了跑了跑了 等一下老五确定别的狗狗 不要咬他呢 等一下老五再帮他一只鸡毛放过来 哇干嘛呢 干嘛呢 就对你不放心 干嘛呢 主要是在这哈的鸡 又跑掉来了 还可以哈 还可以哈 这包怎么没反应啊 牵一个新成员的 牵两只新成员的 雪儿 咬一咬 让我点点头 那现在老五呢 就把这个锥粒啊 全部用在这只狗狗身上 像是柔骨头 一只哈巴狗 都不欺负啊 会把摇一摇 像我点点头 这只猫哈最乖咯 也比较亲人 他想跟丁丁玩 丁丁不理他 丁丁这是新朋友啊 好过来找我来了 一只哈巴狗 别要重生 嘿嘿嘿 眼睛黑油油 想吃肉骨头 一只哈巴狗 吃完肉骨头 这只还可以啊 没谁欺负他 尽管不要欺负他 尽管啊 不停的咬尾 把他有点害怕 顶多半小时就可以了 猫猫 你不搭理人家 猫猫 你不搭理人家 尽管 尽管 娃娃 想我点点头 好了不要欺负啊 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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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开始了 不错 开始了 不错 不要欺负啊 不要欺负啊 大门口 眼睛黑油油 吓坏了 想吃肉骨头 你去哈巴狗 我跑这来了 吃完肉骨头 尽管 反正这些陌生猫孩子呢 就说刚开始 和别人在一起就这样 给他们一点时间慢慢来 你看草莓 草莓看馅玩的 是不是草莓 你看 你看圆宝 圆宝 老五说天天睡觉 天天睡觉 你看这会儿不睡了 精神来了 打滚的吗 冲场 吓了 你看吓了 请家们放心 老五呢 会用心的照顾 会用心的看着他们 吓吓 吓吓 哎吓吓 出生也害怕了 吓吓 跑啊 害怕就跑啊 沙腿就跑啊 艾迪你看你把电都弄在艾迪 都躲开 让他自由的跑着玩 躲开躲开 都躲开 汪汪 哎好好好 开始玩了 开始玩了 汪汪 乖汪汪 你刚来我们家的时候也是这样 没有哪一只狗狗欺负你 你也不要欺负别的 你看这些胡子都好哈 哇呀 乖啊 这几只没事哈 这几只挺好 咦 咦 你看咦咦 慢慢熟悉了 忘忘不咬咯 还好哈 刚才咯我特别担心 这只好 咦咦 还要跟乖乖玩 其实它两个和乖乖大小差不多 乖乖还大一点 咦特别活泼哈 撞撞不要那个啥啊 咦 又跑小哥哥这边来了 金棍你怎么不跟他玩啊 金棍 小黑也在这看笑话 嘿嘿嘿嘿 两只眼睛叮咚那个谁呀 叮那些是大鸡毛 你们都不欺负啊 这小猫孩啊好瑞瑞 胖猫也不欺负啊 这衣服是谁的啊怎么掉了 是不是如意的衣服啊 啊 如意把衣服穿上了 我看就是如意的 不要穿嘛 会不会 你看有的猫孩就喜欢脱衣服 你看这乖乖多好啊 雪碧不要打架啊雪碧啊 雪碧啊 雪碧要跟香香干架 香香老师不要跟香香干架 不要脱了啊如意啊 这几只还好 这几只没有脱 哎好好好不要脱了啊 你看你们也不打架多好 在一起玩这么多猫孩多热闹啊 啊 所以说呢我们天天给你们讲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就是担心这一方面 你们这猫孩不管大的小的 能在一起呢特别不容易 也可以说是缘分 你们和我之间也是缘分 如果没有缘分的话我们不会相见 所以说在一起不能打架 话讲的难听一点就是不能残杀 好了家们呢不用担心 经过这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吧 慢慢慢慢的不打架了好了 多多我讲的啥听见了没有啊 谁着了那个猫孩儿 但是老五说是说最主要的呢 还是靠我们自己去照顾这些猫孩子 因为他们毕竟不会说话哈 有些东西他们是不知道的 就说不打架不打架 在猫孩儿的整体来说还可以吧 刚才老五讲了也没有谁咬啊 就在这旺旺的调皮抓一下挠一下 这一个星期之间我们要好好照顾